好 泡菜加在火锅里也很好吃 那么很多业者呢都宣称自己的火锅汤底是用大骨所熬成 到底是不是 当然我们不知道 那么新美食卫生局6月1号开始呢 要求火锅业者必须要公布汤底的成分 但这是柔心劝导不是强制规定 在300多家业者当中呢只有三成愿意公布 卫生局也感到很无奈 但是业者讲的也不是没道理 说自己的汤底呢是祖传独家秘方 当然不能公布 目前卫生局不排除将不定期进行抽验 来维护民众吃的安全 吃火锅有人点海鲜清汤 有人点番茄锅 汤底里头有什么业者大方公开 用的是高汤粉 哪一个是辣的 泡菜锅跟麻辣糊 桌上的压克力力排列出好几种锅底种类 汤底也写上了高汤粉 二氧化系 甘草酸 这类卫生署何可的食品添加物 也有些业者对自家的汤头搞神秘 店里店外甚至桌上都没有看到任何告示 公布汤底内容 新北市卫生局从6月1号开始 邀请火锅业者参加公布汤底计划 可以透过桌上立牌柜台告示 或是店外招牌等方式让消费者参考 但一个月快过去了 20加里连锁业者有14家加入 事实上300多间的火锅店只有三成愿意公布 其中网品的锯12锅另外前都三妈臭臭锅等都有加入 但小萌牛郭大爷香港阿关等6家则是没有回应 有时候业者他们可能会考虑到说 这个是他们的独家配方 所以他们也会比较担心说 我这个独家配方公布出去 会不会就被人家知道 由于这项计划没有强制力 到底神秘的独门配方是什么 卫生局说不排除要定期抽检查个清楚 倒是用真材实料新鲜食材熬煮高汤的业者 对公布汤底没在怕 这个15分钟就要拌一次 因为不然它会烧焦 用一整锅大骨加水大火熬煮 煮出浓郁的五白色大骨高汤 以板桥这家拉面店为例 60公升的高汤得用25公斤大骨 瓦斯人力等成本 大约要1500 用大骨粉一公斤只要300元 价钱只要五分之一 最能自助餐的力汤 也有人下重本 用鸡骨熬汤 也赞成公布配方 把我们的食材都公布 但汤在阳光下 这个是非常正面的 同样都是公布汤底 每一家业者态度大不同 消费者要如何选择才会安心 恐怕心里已经有答案 中学龙山侯正如安智 新北市报道